嗨,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我国网友一向以回谐幽默著称 尤其是在评价各个地区的文化上 很多评论总是能让人捧腹大笑 当然啦,这之中也包含了高超的请外号技巧 周边的像什么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等都有网友戏称的外号 虽然是戏称了,但是有些国家的网友也开始不开心了 比如印度,我们习惯称之为阿三格 印度网友看了,用自己的迷之自信深刻地阐释着自己国家的伟大 阿三这个称号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 韩国为了在上海牢牢控制住底盘,被人占领,就派大量印度人助手 印度人迅速成为上海巡捕的主力 因为英语中称他们为阿瑟,取了鞋印就成了阿三了 网友戏称的阿三并不都是历史的演变 而是因为印度人吃手抓饭,吃起来像猴子 耍猴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也被称为阿三 于是呢,阿三也就开始流行开了 我们称之为阿三,印度网友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在各大论坛用丰富的史料证明 印度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 罗列出一系列的印度名胜古迹和各类人才 充分展示了他们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发展历程 以此来说明印度的高度文明 在这之中呢,甚至还有人说 印度的孟买是全球第二大城市 周围房屋全是三层以上的 如此辉煌的城市,如此辉煌的发展 还不足以证明我们的伟大吗 相对于孟买,上海就落后的多了 还有一堆更搞笑的网友 戏称认为我国是纸老虎,狂妄之极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请关注最有感觉 羊羊和你不见不散哦